不要嫁给你喜欢的人 大概也是悲剧 就是过去七年 坦过蛮多次的 七年一年大概有一两个吧 我也三十七了 在深圳单身 可能大家觉得我 但是我的初心不是这样的 我谈的每个 我都希望是对的那个人 我的目标也想结婚 以结婚为目的 你就死了 以理想为目的 你才能找到占有 那您说的理想是指什么呢 问你的内心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老板 或者说你想做一个 或者怎么样 你得有目的 你的理想是未来的生活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职场 你想去做全职太太吗 这种那叫理想吗 我已经自己在开公司了 这个方面我不太care对方 我只想有一个微信的家庭 微信的家庭可以啊 那你就找一个跟你熟悉的人嘛 您说的这点说的很对 就是因为之前几年 我一直都是OE嘛 就一个阶段我只谈一个 我不会就是开小差 然后现在呢 我会发现浪费了 我很多年的时间 然后总是 对 然后现在我会有 大概有几个人在考虑 那这几个人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 就是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耐心 去给我点建议 选你最不喜欢 但是最合适你的 就可以了 什么叫合适呢 因为其实我 我挺 就是如果说 你们想嫁个好男人 或者说相对来讲 比较关系比较稳定的 找那个条件最合适的 就喜欢你 多过于你喜欢他 我觉得都是这样 其实虽然我谈得多 都是别人 那我们就很想去对比 经济条件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看看 他的上升通道 你能不能帮他上忙 不要嫁给你喜欢的人 大概类似是悲剧 对 只有一个是我 很喜欢很喜欢的 放掉他 他的大概都是 只谈恋爱不结婚了 对 只谈恋爱不结婚 就你喜欢的那个人 只谈恋爱不结婚 我可能现在 也有这个方向 就是可能选一个 对我特别好的 然后 但是说实话 我没有屁股的腿 我也没有同事两个人 就是这个事情 我不是特别的 你像个小孩一样 是跟你说话累死了 讲了半天 都在自我圆谎 就你的自我存在感 太强烈了 你在刷存在感 你不去纠结事情本身 你纠结的是 你的情绪被谁满足 对 文化太低了 没文化 你没有文化共识 没有圈层的文化共识 就这种感觉像 一夜报复上来的 上面有点钱 有点飘的那种 你要上来 你要看阶层共识 听明白了吧 否则你那个玩人 你找不到 只是满足授予 有什么用呢 高认知的男的 都有缺陷的 你能不能补上 那个高认知男的的缺陷 有些男的高分低能 有些男的是很low 但是很有钱 其实大部分女的 都是想找白马王子 所以影视剧 为什么要去搞 一些霸道总裁呢 又帅气 又有实力 因为她是完美的 但实际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种人很少 不多 所以其实本质上 男女结合的是 互相取长补短的 那你比方说 你自己搞事业了 那对方就事业心 不要那么强 懂我意思吧 明白 这样你才能掌控他 但现在这个男人 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让我很 我曾经试过 但是他又找不到 自己的位置 又很顺 那是一样的 其实本质上 就是一个善良的 或相对来讲 乐理不是太强的这种 相对来讲 心智不是那么强的那种 他比较好掌控 是 有 就是有小奶狗 也有大食物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学 就忙碌 都会有这种 共同的利益 然后都会有互补的地方 随缘 随缘吧 随缘 随缘 动起来 然后现在不行了 到时候先上一个再谈 好吧 你既然既当又要 对吧 都想要 那就辛苦一点 135246 别接触感情了 你个贤娘 感情这个东西 它没有答案了 你怎么有呢 为什么人心在飘 你都今天想这个 明天想那个 想追求完美的东西 而时期上 真正的就是良配 它是阴阳共荣 阴的找阳的 阳的找阴的 一个幕前 一个幕后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你们现在很多人 他跟他不到这个点 就是你看这个世界上 你看 其实我讲了很多阴阳学说 阴的这一面 看不见 真的看不见 那我们说看阳的那一面 什么 就能显化的 比如学历 车 房 认知 谈吐 公司的实力 职业 岗位 等等 这些都是你看得见 可以查得到的 你就能折射出 它大概的思维框架是什么 冷暖自知 各位同学 尊重规律 不明白的话 可以看看我的课程 谢谢大家